你知道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专属任务吗? 这四个季节相处得怎么样? 快来拉里路看看吧! 用花带着的胸衣很适合春芭比的外观! 剪出正确的一块! 像这样拧紧植物! 用薄纱做两层裙子! 像这样在腰部拧紧它们! 一条裙子比另一条大! 穿上两条裙子! 再上衣上加一件胸衣! 加上透明袖子完成外观! 用一条花带装饰腰围! 穿芭比的肩膀上有一只小鸟! 腰带和袖子上有盛开的花朵! 用彩色发泡胶球装饰裙子的底部! 好漂亮的裙子啊! 芭比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春仙女! 让我们添加一些附件! 她的手臂上有一个天鹅绒鲜花手镯! 头上还有玫瑰花圈! 而且闻起来很甜! 这套衣服反映了我的个性! 我的心情总是很好! 芭比决定去她的魔法花园散步! 太美了! 用装饰花和树枝盖住塑料镜子啊! 现在我们的春芭比可以随时整理头发! 和照镜子啦! 她的自行车也和穿搭很搭! 春芭比碰到的东西都会变成花蕾! 所以自行车有带花蕾的花枝! 用不同的花做一束花并放在一个篮子里! 春芭比骑了三个月自行车! 她在路上创造了很多美丽! 但是现在到夏天了! 准备好迎接炎热的大晴天吧! 用绿松石运动面料为夏芭比做一件衣服! 用丝带和水果装饰腰部! 弯曲一根电线! 用水果和鲜花做的皇冠正好适合夏天! 这里还有一只小蜜蜂! 用水果纹身贴装饰王二的身体! 在她的头发上加一个香蕊蚀! 芭比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啊! 到处都是花花草草! 鸟儿唱歌并享受夏日的阳光! 真的越来越热了! 是时候去游泳了! 用黄色织物制作上衣并用魔术贴固定! 添加绑带! 该去海滩啦! 夏芭比在汤椅上上日光晕! 海滩是沙滩! 海水清澈! 哦! 我有点困了! 我需要一杯鸡尾酒! 小姐! 你的鸡尾酒好了! 谢谢! 嗯! 真好喝啊! 海风吹来了! 芭比开始觉得有点冷! 我花太多时间在海滩上啦! 变得有点冷! 我们做一个野菜篮吧! 用干稻草包裹瓶盖! 这种材料真的很软! 你甚至可以编一个辫子啊! 用盖子盖住两侧和收饼! 我们可以用橱橘花边来装饰! 用这样的野菜篮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吃零食! 在外面吃草莓羊角面包好多啦! 夏巴比决定去野餐! 有自行车他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! 他正准备去野餐的时候变天啦! 天气变冷! 下雨了吗? 嗨! 朋友,到我的季节啦! 用塑料帽做一把伞! 用小棚球四代装饰底部! 在两侧加入一条圆形的金色发带! 用扁平的闪光发带装饰边缘! 用闪光泡泡纸圈在中间密封开口! 带这种把手的雨伞连雷雨天气都不怕! 夏巴比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突然的天气变化! 哎呀,你真的让我措手不及! 我甚至连伞都没有! 别担心,我借给你! 对我来说这不算什么! 让我们为秋巴比做一套衣服哦! 这种闪光融合的面料看起来像秋叶! 让我们为寒冷的天气做一件更长的裙子吧! 我们需要更长的袖子来保暖! 连接在衣服上! 让我们添加一个重要的细节! 使用特殊的打孔器做出树叶! 将用来装饰袖子和裙摆! 一切都那么闪闪发光! 用旧配件做一条腰带! 非常适合秋巴比! 我们需要用秋叶子皇冠! 弯曲有电线做的树枝! 用几层叶子盖住它! 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秋天配件! 它很适合巴比! 我们需要勾系靴子来完成外观! 现在巴比在公园散步就不会弄湿鞋子啦!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爱好! 秋巴比的爱好是织毛衣! 用竹棍做针织针! 修剪它们并削边缘! 以便它们可以连接到立方体! 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颜色! 红色怎么样? 秋巴比决定给东巴比做一件礼物! 公园里没有人! 所以它可以集中注意力! 它喜欢多处! 当它把帽子摘下来时! 东巴比出现啦! 让王为它做一套衣服吧! 需要蕾丝面料! 做件裙子! 在肩膀上加一个长长的面纱! 缩绑裙子! 添加珍珠耳环! 裙子不是东巴比最好的选择! 最好穿上裤子! 在白色植物上测量娃娃! 并剪出两块! 缝两条裤腿! 现在把它们翻一个面! 看起来很完美! 和东巴比的风格很搭! 在腰上系上绸呆! 把头发梳到后面! 简约的发型是东巴比的标志! 冬天我们需要保持耳朵的温暖! 咽斗通条和两个小烹球再加上热焦! 这是做出完美耳罩的秘诀! 看起来像两个雪球! 在东巴比的房间内 它更喜欢凉爽的色调设计! 它喜欢一切会让它想起一年中最喜欢的时光! 让我们打开雪人灯! 该穿什么呢? 这件暖和的外套看起来很棒! 用白色品系香气涂松果! 好像边缘被霜覆盖了! 让我们添加一些闪光! 我们可以用这些珠子作为圣诞装饰品! 在顶部添加一些银色闪光! 看这颗闪闪发光圣诞树! 白靴变成一双溜冰鞋! 这双溜冰鞋能让巴比在任何地方滑冰! 把它们站在鞋底! 添加一些闪光! 娃娃去一个冬季主题游乐园滑冰! 它一直都喜欢滑冰! 但是最后一次是在九个月前! 刚开始巴比有点害怕! 但它迈出了一步! 溜冰鞋就开始帮助它像一小片雪花一样旋转跳起舞来! 耶!我回来了!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? 评论下方 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订阅拉雷路频道 并打开提示灵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啦 好 结束 好 冻 Cul